无惊无险, 又过了三个月 说说三个月来的点滴 来到英国, 冷静过后 究竟英国曼城是否适合大家 或者生活的体验 有没有想回去呢, 空式呢 三个月后, 说说这些感想 第一, Omicron 其实香港也不是很严重 即是三月二十七日, 拍摄那天 我们英国就不理他 其实我也没有带罩很久了 病就偶像一两下 即是小病, 累累的感觉 即是一两个药, 然后休息一两天就好 所以落到地, 你说那些水土不服 就没有了 小小病, 累累的那些, 我香港也有 所以又叫做打个和, 又没什么 整体来说, 好像还健康了 首先, 健康程度来到英国, 好像感觉健康了 其次, 既然这里是share house 就不是阿华士 那, 进度良好 总之三个人就合作在家里营运 所以才那么划算 六千元就全包, 水电门 未来我不知会不会加 因为英国就, 乌克人打仗都影响 英国那边的能源, 那些东西全部交了 既来之, 则安之, 到时再算 但如果说, 这些质味 大家都能摸到共识 大概, 你什么时候用 我什么时候用过那些东西 大家能摸到模式 都没有任何抱怨, 都很好 好了, 说一下我 如果说来到英国, 有没有什么不满 就开始认识外国人的真面目 好还是不好呢 有好的一面, 有不好的一面 好的, 我亲眼看到大爱的场面 例如, 鬼妹会抱着homeless 不是多, 但也有 聊天经常有 给食物, 关心他们, 虚寒问暖 也有的, 这些真的多 我们香港是没什么 其实就是 好了, 不喜欢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 有时真是适合一点 也听过的, 即是他们有时会适合 工作比较适合一点 清洁街道也是适合的 我也说过很多次 他们清洁街道的方式 找一辆小街车 就数两个东西有宣说 我们香港很仔细 用一条水柱射 一个公园, 四五个工人 就在那里清洁 树叶有成这样 我们的鬼佬的公园 一个工人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 就是 随意如安 那公园 就是 天生天养 就算了 所以 看到地上有很多污漬 这个是我自己到现在 虽然我需要习惯 但我现在也看不惯 地上很容易 尤其是我住 例如皮卡迪利 经常有深水埗 很容易很骯髒 当然它有些区域 会漂亮一点 但你转转一个弯位 又是一条骯髒的街道 所以如果你慢城 我冬天不太觉它那么骯髒 后来想到它没有下雨 我这段时间没有下雨 令到这条街道 污漬去不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个大问题 就是它的厕所问题 它的厕所结构 没有公尺 没有公尺 他的铺铛有厕所 又像这样 但如果帮你去厕所 没有公尺 所以有人形成的习惯 买某人会通界压压 这是我证实了 就是我亲眼见过几次 地大 还不見厕所 又如何 长角窝,有些尿迹就不会走进去 有时会见到尿迹,又闻到一些味道 有趣的地方,他们的鬼佬都不 鬼佬,鬼婆都惯了 所以,鬼佬像不像大陆人? 也有一个方面是相似的 好了,所以引申了一个问题 我已经说过了,其实香港是挺干净的 所以,你们在香港的人很珍惜,那种干净 但也形成了一种潔癖 香港的一种潔癖,不仅是你的街道的潔癖 政治上,心态上,发表意见上也有一种潔癖 我这里就没有什么潔癖 你喜欢吵谁也行,吵谁也行 这就是自由 当然,连带街道就会有些骚髒 所以,来到这三个月,我初初不知道 我觉得建筑很漂亮 街道就没有什么留意职 有些雨 想到很美好 然后,来到三个月后,有一点失望 这个地方失望 街道失望 但当然,来到一个城新城市 你不是来到一个完美的社会 它不是完美的 所以,它也有些东西给你 你有些东西失望 也有些东西希望 例如,这个单位也是一个希望 每当我有点想法 这个就像我的蝙蝠洞 这样的 Batman的蝙蝠洞 就想到很多想法 可以做片 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那我在香港就未必有了 香港你要租一个单位 我想一万元 然后,可能又跟家人吵架 这里就没有了 自己一个单位 所以,虽然有令我看不过眼的地方 亦都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下到地 有什么成就做了呢 首先,也做了五、六成的成就 成就解锁 下到地 找到一间屋住 住了三个月 一个成就 英文有少许进步 仍然有待改进 已经好了一点 为什么好了呢 例如,那些外国和我聊天 我也是听不明白 但有时可以比以前猜得快了 我觉得 它的字我听不明白 我猜错也不奇怪 错一定有的 以前我下到地 可能会完全 拒绝 拒绝 现在可能拒绝一次 可能会猜到少少少 就没有拒绝三次 以前要拒绝三四次 才知道大概明白 他说什么 因为最重要 你英国有时 你不懂的字 但你要明白他的系统 明白他的沟通次序 例如,很简单 例如你去吃东西 他一定会问你 你会用什么配料 可能 你给了钱 5磅 6磅 你给钱 6卡 contentless 卡 什么 那些单字都很简单 有时他会夹东西 给你 然后问你要什么 我都不懂 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我说 要不要 不要管 你全部加进去 现在就会叫 一是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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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少少进步 以前我说 我不懂 什么 加什么 不知道 第一天是我不懂 叫 那些醬 就是说 醬 加进去 这样 醬 现在起码 那些菜 就不太懂 那就求任期 加进去 这就是那个分别 至少买东西 我会感觉到 至于 例如 那些超市 又没有什么改变 都不需要人 基本上 你走进去 嘟机 这些就没有什么大变动 另一种体悟 就是 大家未必知道 就是 英国人真的 都跟他聊天 挺欢迎的 有时真的 譬如我试过 到街上 跟那些鬼妹聊天 差不多 每个组合 都会跟你聊天 小小事情都有 就是 多与少 就是这样 未至于港女 那些 或者是 大陆妹 都是 其实都会有个封闭的 就是 她的思想比较封闭 你跟她打招呼 她不懂得给反应 很多都不懂得给反应 反而鬼妹呢 嗨呀 嗨你 嗨你 有话说 没有话说 但起码也有个打招呼 这个就是令我觉得 迷人的地方 就是曼城 或者鬼佬世界 迷人的地方 是在于此 你的地方是骯髒的 但是他迷人的 始终是他的人 人心 人的态度 生活的态度 这个我想 作为香港人 你们未必不会明白 因为 你说我好不好 即是 好不喜欢香港 坦白说 我想我敢说这句 都没有人可以质疑我了 我好不喜欢香港 喜欢到拍摄那些街 拍了几十次 但坦白说 龟属感 都对香港无敏 其实 到现在来说 都是 所以你说homeless 那些叫homeless 就没有 很想回香港 因为我每天都很充实 因为移民 本身就有多了那种 首先你要解决工作 钱的问题 然后落地的手组 都没有搞好 纯粹是搞定租屋 那些东西 那些税还有一关 钱又汇了过来 还差就是那个税 那些税我都没有搞清楚 在研究当中 好了 现在来到曼城 这三个月 其实我都去过 曼城周边的小城镇 有那个叫bally bally 那个叫passwitch passwitch 然后有些字 我读错 都依然读错 这是另一个问题 英文就是这样 你学完也会错 学完也会错 除非有个人 经常跟你说这个字 你可能不会读错 不要紧要 所以要多沟通 passwitch 然后bally stoppock echo media city 有些地方 我都开始 咦 在曼城里面 还有很多位 其实曼城很多位 可以值得发挥 当然 曼城始终是一个小城市 我给香港人看的片 当然 香港人始终关心香港多一点 所以收市会下跌 我都因而接受 但如果要我用曼城和香港比较 曼城是有一个小奇迹出现 我说它好像小香港 当然街道骯髒 不会比美到香港那种干净 香港真的很干净 但如果说空气来说 尤其是冬天 不知出奇地 英国是多 因为很大风 是多 清新的 有点雨 街道也稍微干净 很有趣 夏天 春天 形态有点不同 我还要慢慢习惯 但春天有点有趣 多人出了街 街道就开始骯髒 酒吧又开了 另一番景象 我们在拍片上 觉得挺有趣 如果你说曼城 小香港 我称它为 有些说轻铁 像元朗 但它是轻铁加地铁 很快的 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 轻铁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印象中 我自己印象中 是几个站 即是 即是 元朗的地方 又不是快 很慢 即是元朗的轻铁 所以你说它完全轻铁又不算 样子是轻铁 但是速度是地铁 你说香港有的东西 慢成勉强 有些位置 它又缩小了 例如湿地 它也有一个小湿地 例如有一个沙田 即是我们香港的沙田 它也有的 就是Media City 那里 就像沙田 科学园 然后你说中环 我们也有的 有一个叫做 Spinning Field 有些似的 有些似中环 很小的 但是那个位置 深水埗 由我住的位置 Piccadilly 人流复杂 街道污污污 也是 每一样的宿西版 在曼城都有 你说是否一个落后一点的城市 一定是 无可否认 曼城 一定是 那个感官 一定是没有香港 那麽 Cyber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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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价方面我没有特意去研究 百几二百万应该买到 楼价并未至于你绝望 不是绝望楼价 如果你带了钱来 应该有一家小屋也很紧 也不是太困难 就算万城困难也好 不要紧要住礼物浦 仅有一个地方是找到你的居所 英国可以带来一些 我们这些没有学乌牛的小希望 两性方面 我落到地其实 启悟也很大 开始知道 两性是真的有牧场的 你说我们的黄种人 和一些鬼佬、鬼妹 能不能交参呢 鬼妹 如果你说两性来说 和女性来说能不能交参呢 我还研究 有点微目 但不是很顺畅的 理解到整个两性的世界 我都重新认识的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也是很有趣的课题 因为你平时以前对着港女 她的思想又封闭 你的思想又封闭 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大家都这么封闭 就不会有进步 但在鬼妹的世界 他们的思想又会开放很多 你就要不断进步 去追赶他们那种的开放自由 liberation 我叫做解放 这个也是令我有很大的体会 什么是解放 这个就是我三个月来 解放这个字来说 我每天都在想 什么是解放呢 首先就是他们很喜欢笑 你能不能够大大声地笑呢 这是第一 可以检测到你是不是 liberation 有一个 真的解放了你的心 第二就是他们是 很随意地坐在地下 你做不到呢 如果你做不到 你也是被解放的 即是跟天地连结 是吧 很随意的 草地有成 我也没做到 大声笑也没做到 是吧 坐草地也没做到 接着就很随意 就是 跟人聊天 勉强 这个很随意跟人聊天 也是 那 就是 玩的时候很放 你又能不能做到 是吧 有首歌在 然后立刻可以跳 跳舞 你又能不能做到呢 这都是一个检测站 可以看到你 落到地 有没有liberation 有没有真正的解放 如果我觉得 作为一个人 亚洲人来到英国 你还是去不到这些位 我试问我都没去到 总是都是差点 总是都觉得 我真是迷得 鬼佬的世界 话虽如此 当然 我们不一定 完全要跟他们的liberation 但是他们的liberation 是值得去学 不是你来到 做什么呢 我经常都在想 所以 慢慢解放自己 开放自己 我自己这么想 我自己都 要进程的 不能够一下子去到 所以我自己每天都会出街 晚上都会出街 见识一下 都 看见不少东西 都拍了不少东西 大家跟着就会知道 看见 其实 整体来说 曼城的人都很友善 基本上 好了 治安 罪恶问题 暂时未见到 你说 一两次 你说 街上的人 聊交打 那些 小小都有 顶撞两句 都会有 例如 你为什么拍我 那些都会有 有一次 有个警察 就说 他 截着我 他说 我去抓我 不是 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 他说 前面的街口 有刷 叫我小心点 尤其是你拿着一些器材 小心被人 被捞了 这个也是一个小提示 你说我有没有罪恶呢 一定有 好运 我就没有遇过 好了 有好有不好 你影簿 究竟 决定留定走 就一定留了 我答案很肯定 一定留 大把东西学了 我刚才来到英国 一次过 好像在吃很多 不同国家的 食材 一次过 跟很多国家人 的人 沟通 这个经验 你在香港 一定没有 我下街可以跟 Muslim Turkist 可能 那些叫做 犹太教的人 都可以聊聊 其实 没试过 其实很多 我也没试过 我最努力就是试过 跟Muslim的女生 聊聊 Turkist 那些 有时 买东西 都会见到 那些客人 聊聊 很多国籍 我都试过 南非 Sping 那些 西班牙的 女生都试过 聊聊 这个 起码香港 总是找不到 香港 只是 你什么省份 四川省 广东省 大陆妹 又谈不少 香港那些 又谈不少 但是 我们在香港 跟人聊天 都是在一个 封闭社会 圈养了的 猪篮里面 跟猪仔聊天 但是来到这里 不同 世界各地的 野马 来到这里 那些内容 那些范畴 都是完全不同 这个也是令我神往的 令你觉得 求之欲 吐住你的求之欲 你在香港是没有求之欲的 你觉得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 你又是中国人 我又是香港人 或者我都是中国人 我都不知道是中国人 还是香港人 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 对话 但是你跟世界各地的人 聊天 是很不同的 口音不同 很多事情要解决 首先 你连沟通上 都已经有个难题 但是 那些人 又会很有耐性 当你遇到一个 很有耐性的人 他又会 大家又会很有趣 合力 完成 这个 这个就是 英国人 一个 挺有趣的 沟通文化 还有 心理压力 大家也知道 香港 好像很正 那些东西 但是 第一 住得 第二 就是 政治 就是 政治 环境 是真的 无疑 你发言 也有点点压力 我现在就没有 亦 不太用心理 香港的新闻 为什么 很无聊 又是 今天有多少确产 下一个特首在哪个 他拘捕了那些人 又是不放的 是不是 你又改变不了 你又不可以 所以 在香港 是谈死水的 就是 看新闻政治 你不看就好些 如果你 一世人都不关心 香港最好不要关心 一关心 你的良知 就会有 你这样就会很痛苦 好像我们这些 就很痛苦 所以就会有个决心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是 起码我们 那个视野 阔了 会看乌克兰 看世界的战局 英国人就是这样 看世界的战局 看阔了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 就行 关心就行 一关心 那世界各地的事 都好像跟你的事 那你就不会 在一个弹圆之地 focus在那些 他们的事 所以我们香港人都会看 但现在看回香港的新闻 就没什么特别 其实都是 来来去都要吃份 你骂我 我骂你 又没什么 叫做大事 你又不能投诉 就是这样的 局面 永远都是这样的 所以来到英国 你的心境 是开朗了 我觉得 闊了 会开了 不像在香港 好像死局 这是一个残局 可以突然想到一个比喻 就是残局 我在香港 每天生活 好像在残局里面 我怎样可以捉赢 或者怎样跳出去 这个残局 大家都知道 你不能捉赢 你捉来捉去 那几步棋 但在外国地方 你觉得 不是残局 假设 例如我这里楼价高 那我去第二区 你这个曼城是残局 那我去到另一个 另一个城镇 那个局就变成一个新局 对不对 每天都可以开新局 你个人 会变得开朗 所以 我也觉得 这样 我不知道香港人 多不多人 移民来英国 每个人都有 我自己觉得 我仍然是维持那个看法 就是老人家 不是那么适合 那么适合 因为你要转变的东西 很多 尤其是英文 如果你一句英文都不懂 是要小心 我相信 就是这样 如果你一句英文都不懂 你都没有 这样的胆量 好了 当你懂英文 电脑东西 就基本 如果懂就会更加好 就是这样 就肯定 柴米油炎 你依然 是需要 care 就是来到英国 一样要有 柴米油炎的问题 心境肯定是改变了 我觉得是开心了 首先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可能有些人会有空式 那我就没有了 几肯定没有 就 还有你说英国人 英国人的人种 因为我们有少少继承了英国人的文化 所以英国人有狂野的一面 有保守的一面 当保守起来的时候 是几次香港人 是几次香港人 他保守的一面 是好似香港人 很有礼貌 又是有点蛇蛇 蛇蛇蛇 有点 这些 都是 有时看到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都很熟悉的 也很熟悉的 Conservative 那方面 很相似 所以 大家做过参考 你觉得 比较移民 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说在香港 你们都是只看的 不是说我串你 你都是只看的 是不是 你都没有够 你都没有这样的勇气过来的 是不是 或者 你很多 可能负担 未必过到来 我都可以说一句 来到 你都未必 受到的 有些事情 是不是 对不对 因为英国 我都最后 多说一点 因为它自由社会 自然隐身了很多坏习惯 街头哀尿 那些 烟 酒 那些肯定 其他东西不用说 这是不长提 所以 尤其是市中心 经常闻到二手烟 如果你忍受不了烟 香港可能会好一点 虽然香港我经常闻到一些烟 但是这里更加多 做个参考 当然英国很大 我只能够代表曼城 去讲一些分享 可能去到其他城市 咦 我影保又有另一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 未来也可能会搞个 利物浦之旅 未来 再慢慢搞 这些事情 拍摄这么多 这个就是我三个月的 点滴分享 多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